他們只有這間店舖用這個黑毛蜂牛的牆 他們博多的舞台最多炒拉麵了 乾掰 切得超厚 大家好,我是Senta 這回我來到福岡 要帶大家去吃爆福岡 嚴選了幾間 我的福岡日本有人推薦的餐廳 那我們就趕緊出發 吃爆福岡 這家別底真的大山別底 超高級的 他除了有一般的內臟鍋之外 他最特別的是這一家 竟然有酷子 高級酷子 Earthrose 超香的 謝謝大家 這個是當地的沙瓦 然後呢 他這個是草莓口味 阿貓 很好喝 好,好吃 這個是 用樹去涼拌的內臟 好好吃喔 他有一點那種柑橘醋的味道 很開胃 超好吃的 這家真的 所有的擺盤啊 跟他的環境 都跟其他的大山 那個牛長鍋店鋪一樣 果然是特別高級店鋪 很特別的環境 可是你可以吃到 一樣就是比較平價的湖 是很好啊 一舉兩得耶 很棒耶 阿貓 這是鹿兒島的黑毛和牛的小廠 他們只有這間店是用這個黑毛和牛的廠喔 這家店最特別是他們其他的大山的牛長鍋店 他們是用國產牛 但是這一間別地 他們是用鹿兒島產的黑毛和牛 超大一塊 他完全沒有那種臭味 嘗試臭味 沒有 他的油脂 好豐富喔 噗哩噗哩 越嚼越有味道 新鮮 好吃 雖然大家看起來湯很濃 是味噌口味 但是其實吃起來還蠻清爽的 這是炸和牛 好厚喔 然後最近還有一點半生半熟的 嗯 成績鬼 有了 有了快 然後把麵放進去 日本吃火鍋的時候就會都有附麵啊 或者會附白飯 好吃 嗯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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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住宿也是朋友幫我選的飯店 聽說是新開的 然後很特別 而且我發現 就是福岡人真的很喜歡坐巴士 超多巴士 比起坐地鐵他們更常坐巴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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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之前有介紹過的 柳橋良好市場 朋友幫我選的飯店 就在這個旁邊 這一間 他跟我說去在這邊喔 我就嚇到了 呵呵 就會可避 他新開的 大家可以參考我之前拍的那一集影片 那個市場也非常的有趣 真的是在地市場 哇 哇哇哇 氛圍好讚喔 屋頂很高 很時尚耶 嗯 嗯 牆上也都有掛 藝術家的作品 大廳還有一個小小的咖啡bar 可以在這邊點餐然後稍坐休息 超棒的 有賣啤酒 哇 哇 很漂亮耶 很大間耶 超漂亮的 而且它天花板也很高 而且它天花板也很高 很美很大間 超讚 桌子也超大 窗戶看出去是正面 然後那邊就是市場的入口 電視也很大台 這個寬度大型的行李箱 可以開四個吧 全打開 好大喔 看一下廁所 它是拉門 開不起來 很乾淨耶 只可惜這個房型它只有淋浴 沒有辦法泡澡就是了 給朋友推一個 很會挑飯店 超棒的 而且他說這間飯店的早餐 聽說很厲害 叫我一定要明天去吃早餐 OK 好明天會去吃早餐 那我們明天見 拜拜 睡覺 便宜 買成伊公 咖雅 有什麼 兔 seating 最 fatoな的 公園 意思是 早上的福岡街景 現在 我要去一個福岡很有名的商場逛逛 然後順便吃午餐 從飯店買四鍋 这边附近的这个渡边通车站过去 这边是洁田神社前站 然后我们要去博多运河城 从一号口出去 我们到了 从车站走过来大概走个两三分钟就会到了 是个很大的商场 博多运河城 总共楼层是五层楼加地下一楼 一个很特别形状的商城 下面那边呢就会有喷水秀 他们说博多运河城一定要看喷水秀 哇 四个进去 五楼又一个拉面竞技场 我们去那边吃饭 那边有一家朋友很推荐的拉面店 就是福岡必吃 到了 哇 好浓的豚骨味啊 这边聚集了国多很有名的拉面店 朋友跟我推荐的啊 最近很红很红的 是这一间 圆祖番茄拉面 三味 每一家店家的氛围都不太一样 很有一种屋台感 没有想到既然叫我吃番茄面 我以为他会跟我说要吃豚骨拉面 他说这个很好吃 而且听说都要排队 这可以看着好好吃喔 炒番茄拉面 博多屋台的味道 博多新名物 这家店真的很有名耶 超多人来吃过 这应该大家很熟吧 甜春醇 他也有来吃过耶 sauce bunk的球员 还有Olyx的球员也有来吃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艺人 焰魔绿 他是美食专家 他也来吃的话 代表说这家真的很好吃 有点超多的都是番茄 女生应该超爱 这个一看起来就真的很好吃啊 他们博多的屋台最多炒拉面了 他的面就是用拉面的细面 然后这个是最高级的 comato 然后呢 他也是有牛肠在里头 他们家筷子 我刚发现是爱心的 超可爱 我喝柠檬桑 我朋友喝啤酒 干拜 中午就开喝 好浓喔 好浓喔 番茄用料都好大方 好多海鲜喔 很好吃 他的番茄味很浓耶 你可以吃到高汤的外道 还有那个 海鲜的鲜甜的味道 而且他的面是细面 他每一根每一根都会 酱都会沾得很满很处 这个sauce说是店家 说一定要来吃吃看的 蒜头的辣油 他说这个配上就是炒面啊 跟番茄面都很合 我们来加一点点看看 嗯 他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辣 他就是微辣微辣 然后就是加一点点蒜头的香 看他的汤真的好浓喔 他的汤浓缩了所有的鲜甜的味道 还有那个牛肠的油脂都融在里头 有这么大的牛肠 味道真的不一样耶 他这个有一点点微辣 微辣的番茄糖 他这个番茄女生丁超爱 这个牛肠也很新鲜 没有怪味道 越嚼越嚼 很好吃喔 这个是什么 南骨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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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猪软骨 这面也是弊点的 一咬就酸 酱油为基底 然后去卤 卤得好软好嫩喔 吃饱饭 接着呢就可以来买名铲 说到福岡名铲 绝对不能错过 明太子 这是 他们呢 很有名的就是 YAMAYA 这边有个YAMAYA的专卖店 他颜色好粉好可爱 很难说明的粉色 今天真的卖好多东西喔 没想到就是明太子的商品有这么多耶 我印象中就是只有 就是明太子 生的明太子啊 跟一些明太子的美乃滋之类的 没想到他这边有出这么多种类 这个一定很好吃 明太子的鱿鱼丝之类的 而且可以试吃 我们吃吃这个好了 明太子鱿鱼丝一定很好吃 好明太子喔 而且它有点柠檬香 也是有柠檬在里头吗 很好吃喔 有它里头有柚子的果汁在里头 这个可以买回台湾 好好吃 到零食 好赞喔 这一款感觉很好吃耶 它是起司里头夹明太子 这个超下酒 我觉得很配红酒跟白酒 很好吃 然后明太子 因为起司呢浓厚嘛 牛奶味很浓厚 然后配上一点点辣辣的明太子 好好吃喔 这个也好特别喔 直接涂在面包上面烤 就可以变成明太子吐司 看就很好吃耶 如果要送礼的话 还可以买这种明太子鲜辈 可以直接送公司一种盒 这个看起来超好吃的 烤法式面包饼干 它长这样 它们店里头都可以试吃 我觉得超棒的 你可以试试觉得好吃之后再买 台湾最喜欢试吃 当然这边也有外明太子啦 它这边有冷冻的明太子之外 我发现很特别的是 还有这个 刚做好的明太子 它不是冷冻的 国多直送 数量限定 这个一定要买着 就立刻在饭店先开吃 反正现在你要买白饭很简单 边境商店就有卖那种微波的饭 就买一盒 然后饭店微波 配这个吃 超棒 小野小野 我发现还有很特别 它这边竟然有卖干燥的明太子 是我们乌鱼子的概念吧 它里头是这样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明太子 我都运合成跟太宰府限定 常温就可以保存了 所以很适合带回去 好的 那我现在已经吃这么多了 就准备开买了 买一大堆回家 买一个这个 明太 这也很好吃 这也买一包 这也买一包 这边限定的 这也买一盒 这也买一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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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买一大堆 而且带子也超可爱的 购物成功 哇 真的好高哦 谢谢 我的福康暴影暴食之旅最后一站 要去JR博多站地下的美食街吃饭 真的一直不停地在吃 太可怕了 这个博多JR站这边过来 然后往这个Mind 这个地方过去 然后就有一个博多一番街的入口 那边只走 这边都是餐厅 这一方下去 我多一番街 这下面全都是餐厅 博多一番街里面 这边就是个美食地下街 一直吃耶 没有办法排这个美食之旅 太扯了 到了这间耶 吃寿司 他就在车站直接下来 地下室就可以吃了 不用淋浴 很棒耶 新鲜 新鲜每天早上从长冰鱼市场直送过来的 新鲜每天早上从长冰鱼市场直送过来的 旋转寿司 那边吃 那个是 很划算耶 还有够种 单点的 他也都有中文 看出来好好吃 這也都是師傅在眼前捏給你 嗨 好美味 看起來很有趣 它的醬油有甜口跟心口 九州的話就是這種甜口醬油 原來九州是吃甜口味醬油 先來吃這個 五州 哇 這個口氣的話油質超豐富 很新鮮 它這個醬油比較沒那麼鹹欸 它會比較帶一點甜味的那一種醬油 它整個側面都吃得超厚 用料超大方 而且浮缸啊 它就離海邊也很近 就是可以補到很新鮮的魚 之後立刻可以直送過來 來浮缸真的不只吃拉麵 是米太平 還可以吃壽司 而且這間壽司店就在車站 直接從車站 然後直接下地下室 就是這個 博多一帆街頭 就有 很近 超鬼 好吃 我的骨幹最最後一站 沒想到是用車影片 不是用壽司結尾 看 一扇子 看 它現在真的用量很大方欸 切超大的 師傅直接現場捏給你吃 鰻魚 看來超好吃 你看那個醬 你看那個醬 最喜歡吃的 很軟 這個扇杯也超大顆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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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間的壽司店 好像就是福岡這邊 博多站附近 最近的壽司店 所以想要來吃壽司的話 可以來這間 吃飽喝足 買個天電 就可以坐車回大阪了 可是剛爆吃之餘 大家不知道覺得如何呢 還有想要看我爆吃哪個縣市的話 還要留言給我